芝卡宣绿森林清水公园暑假 限定细水设施即日起开放到8月26号 今年园区全面准修细水区新增互动泡沫机 天气很炎热开放第一天 就吸引了5000名的游客进场 大部分都是本地的民众带着孩子入园 县政府希望透过暑假一连串大型活动 能够吸引外地游客到花莲来旅游 县长学院表示 县福今年积极针对芝卡宣周边环境进行改善的提升 细水区还新设互动泡沫机 让大小朋友们能够在这里新凉消暑 也要说地震过后 花莲夜的美好 呼吁游客暑假体验花莲之美 芝卡宣其实是我们全国民众非常期待的一个暑期细水的地方 那我们今年的细水活动时间 从7月6号开始到8月26号 那这个期间呢 欢迎大家来到花莲 来到芝卡宣这边来做细水的游戏 那也跟大家特别提醒往年的话是每周一是修园时间 那从今年开始也因应我们全国民众的一个需求来反映 我们现在调整修园时间是每周二 那每周二的时候呢 细水区域是休息的状态 可是我们的芝卡宣园区 全员是开放的 欢迎大家能够来到芝卡宣 来享受我们花莲的好空气 跟我们的好森林的疗愈 那其中的话呢 在细水活动期间 每个周末我们在我们的总指图书馆都会有不同的农村疗愈 课程来举办 欢迎大家来到芝卡宣可以细水 也可以了解花莲农村的美好 那芝卡宣细水区域呢 是一个安全性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花莲县政府这边 每年有持续的做一些更新 那县长非常重视我们芝卡宣细水活动的一个安排 那在今年的部分 我们在细水的一个区域 有新增了一个泡沫池 希望透过一个不同的设施 那大家每年来到芝卡宣 都有不同的细水体验 那在非细水区域的部分 我们五大贡荣区呢也全部开放了 大家可以来到芝卡宣 小朋友也可以在贡荣游戏区里面 获得很好的欢乐时光 芝卡宣绿森林清水公园 是一个融合童话市 设计风格的主题公园 公园内设有青植草坪区 花园迷宫 核花景观池 童话城堡厕所等等 今年园区增加了光雕秀 细水活动期间傍晚直分 路园区可以看到结合细水活动的意向 有趣的光影画面 上个礼拜就开始说 期待说要来玩 一早起来就是说 我要去玩芝卡圈 他们喜欢玩那些溜滑梯海浪啊 什么的 所以比较好玩 而且这种比较安全的 对 然后这边我觉得比较 其实计划的还不错 来到溜滑梯 还有呢 还有海浪 那你觉得好玩吗 好玩 每周日还有有趣的造型气球亲子活动 为了配合光雕秀的时间 7月6号到8月26号 自卡旋立森林清水公园 非吸水区域关闭的时间 延长到晚上8点闭闭 幸福农发处长 曾说表示 今年吸水活动 收回比照去年 外申式游客 每人50元 县民低收入户 长辈 孩童 身形障碍者 提前 记着 就忘记 叫什么道